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是2018年12月17日 再给您分享一个IT的视频 什么内容 看我的画面标题 2018年最弱口令排名 或者叫做常用口令排名 是这样 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 讲解了一下 2018年咱们大家使用互联网服务的时候 都容易犯的哪些错误 都经常使用哪些个口令 有一个网站就给咱们总结了一下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 咱们最常用的口令 有没有您现在正在使用的口令 好 然后咱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我的画面的左下角 这个人是谁 特朗普吗 对不对 为什么有他 是因为居然有我 对 在2018年里面 常用的口令 居然有特朗普的名字 怎么回事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slash data这个网站 它统计出了2018年最弱口令的排名 然后我的这个屏幕下方的这个网址 就是它的官方网址 屏幕的左边 是我的网站的一个考评 有兴趣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但是我给您总结了出来 我给您念一下 这个是12月13日的新闻 我给您念一下 根据slash data 第8年的最差密码的排名 人们的换习惯还在继续 在评估了互联网上泄露的500万个密码之后 该公司发现计算机用户 继续使用 挺好 相同的 可预测的 容易猜测的密码 是不是也包括您 使用这些密码 将会使用户本身面临的遭受黑客攻击 和身份被盗的巨大风险 没有错吧 OK 那么哪些密码是最弱最常用的 咱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咱们看 首先咱们在使用任何服务的时候 都会出现这样的页面 对吧 咱们输入用户名 或者输入用户ID 接下来要输密码 但是你的密码 我全知道 好 咱们一个一个看 首先 第十名 第十名是什么密码 看啊 I love you 这个其实英语圈 用的应该是比较多 不过咱们国内 就算不会英语的朋友 我想也知道 I love you这个单词 对吧 所以说很有可能 将它设为您的用户密码 很有可能吧 得承认啊 OK 接下来啊 再讲下 第九名 第九名是谁 注意看 QWRTY 有朋友说 这是个什么常用口令 对 因为这几个字母 在键盘上 是挨着的 很多朋友都喜欢 敲键盘上挨着的 这个口令 作为咱们的 这个用户注册时的口令 对不对 所以说 QWERTY 这个真的就有 很多朋友在用 好 再接下来 第八名 第八名是谁 注意看 三善 三善 阳光 对吧 这个用力是比较多 好 再往下 第七名 注意看 1234567 这真就是第七名 是这样啊 有很多朋友 包括我在内 都喜欢用数字 作为password 这个其实我也在理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有一台 iPad的口令 就是123456 确实跟他对上了 他1234567 他拍在第七位 咱们接着往下看 第六位 第六位是谁 好 看 六个一 我天哪 这个口令 您是不是也用过 肯定用过 不过现在有很多网站 它这个check都比较严格 您相同的数字 或者说只有数字 没有英文字母 是不让过的 对吧 但是有很多网站 还保留老式的check 所以说这个口令 还在一直被沿用 这个问题 真的不是不应该再犯 很多的初学者朋友 经常犯这个问题 咱们可能IT老鸟 可能不会再犯这种错误 但是如果您身边有初学者 比如说您的长辈 父母 可能这么设口令的话 您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建议 不要设成六个亿 也不要设成六个二 更不能设成六个零 好 咱们再往下 第五名 第五名是谁 注意看 12345 刚才1234567 现在是12345 这个肯定也常用 保证的吧 对吧 因为现在有很多系统 它的口令只输到四位 四位以上就可以 那很多朋友就爱输12345 他输12345可能觉得短了 就12345键盘上也挨着 也好记 但是黑客他也记得住 好 再往下 第四名 第四名是谁 注意看 12345678 因为有很多的用户注册系统 都是至少密码是八位数 那么咱们怎么数最简单呢 就是12345678 这个真的太常用了 好 再往下 前三名 都有谁 注意看 第三名 123456789 没加零 123456789 这个也是非常常用的密码 好 再往下 第二名 第二名是谁 大家想一想 咱们看看刚才的这几页 都发现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大家都喜欢用数字 对不对 那么第二名 字不必说 注意看 password 不用数字 而是用密码的原文 password 这也得承认 很多朋友肯定密码 要么交pwd 要么就是password 对吧 这个呢 容灯第二名 他没有用数字 好 那么再往下 第一名 有朋友通过您的感觉 想一想 第一名会是什么口令 我觉得大部分朋友 应该能想到 我只能说应该啊 好 咱们看一下 看看您想的和真正的第一名 是不是一样 好 开始 注意看 123456 我刚才跟您说过 我有台iPad设的口令 就是123456 确实这个太常用了 太好记了 一般咱们不愿意记更多的口令的时候 都喜欢设成123456 这个绝对排在第一名 包括我们公司会员网站 有很多的会员 也都爱设成123456 或者说123456 ABC 很有可能是这么设 但是我估计这个习惯 所以IT老鸟的话不可能再犯 也希望您不要再犯 也告诉您身边的朋友 不要设成123456 他是荣登冠军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所有的排名 是这样 这个网站给出了一共前25个排名 咱们都看一下 这些里面您有没有 另外咱们再看一下 特朗普排在第几位 对 排在第23位 多纳德 他叫多纳德特朗普 对吧 很多会员都把多纳德作为 作为他的password 这个错误 希望您今后不要犯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关于最弱密码的排名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好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IT的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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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